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那么呢,up主现在要讲的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气到我吐血 现在只想发个死亡微笑的表情 那么呢,这是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看到现在第一赛季已经开放了,对吧 我已经15级了 那么呢,在这里建议大家哦 这个猎捕行动呢,你最好一口气做完 不然的话你会像我这样 全部都重置了,进度全部重置 我真的是气到我吐血 那么呢,我是从今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 刚开放这个第一赛季的时候 我就和雪碧一起组队 我的权益设定呢,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权益设定呢,我那时候是英雄难度 阵令开了两个,战争迷糊 还有无法修复 我已经从下午3点打到4点半维护 然后又从维护完了之后 打到晚上10点11点 我已经打了9个控制点了 这3个,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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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控制点 还有一个英雄悬赏 还有一个普通马克活动中心 总共打了那么多英雄的活动 同时呢,还在海军上的四级据点打完了 之后呢,遇到了3个攀命特工 然后意外的和雪碧呢 3分钟就解决了这3个攀命特工 那么呢,这个实况玩着版呢 再上期视频 然而就在刚刚我准备下线睡觉了 毕竟时间很晚了嘛 而且呢,熬夜对身体不好 所以说我就先退了我自己的小队 然后我还挑战了一下群运的难度 把阵令给关掉了 那么呢,关掉之后呢 它居然给我重置了进度 我从下午15点记录一开始就开始打 然后打到刚刚准备下线睡觉 它居然给我 这真的是瞬间无碍了 不想玩了 这个开发组绝对是考验我们玩家的内心 我现在只想死亡微笑的表情发上去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要打这个猎谱行动 最好一口气打完它 不要中途停下来 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做队长 这是我的地图 我的世界 为什么还给我重置了我的进度呢 最可悲的是 维护完了之后呢 我和我的老朋友小伙伴 来帮我一起打 一起组队完成这些猎谱行动 没有一个人来 所以说我就只能找群里的群友来一起玩了 现在这个版本真的是不准对没法玩 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个TU8 没有上过测试服 没有收到玩家的反馈意见 就直接推送了正式版 然后引发了很多问题 希望下个版本的大更新大改动会好一些 而且测试服真的有必要改 收集玩家的反馈意见 让这个游戏做的越来越好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开订阅哦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